媒體所搜集回來的資料 有幾方面 包括資助房屋和市價脫勾 也包括拿私人地去建工人房屋 以及一手的空置稅 就住這個資助房屋 即是居屋的定價和市價脫勾這個做法 暫時看到大家給的資料 都是說用現在的申請資格 即是57,000 再計他們的入息中位數 然後再調整樓價 以我們的理解 第一 我們這麼多年都是說居屋要和市價脫勾的 有關的調整的大方向是正確的 應該值得歡迎和支持 但是具體 在計完出來的樓價是否貼合市民的 可負擔的水平 這個要看進一步的資料才能夠確實 如果根據坊間的報導 說大概是由 現在的七折 有機會調整到五折的話 當然樓價是便宜了的 但問題就是 究竟在現在的市價 都還是偏離市民的可負擔水平的時候 就算打了五折 是不是就等於合理呢 這個第一 另外第二 就是大家要留意的 57,000 這個原有現在的申請資格 其實都是由掛勾的時候計出來的 只是用57,000去做一個基數 作為一個調整 其實都未完完全全做到那個脫勾的 所以我們認為 未來還是有需要再檢討 另外我們十分關注就是 幾點 如果 居屋的售價再便宜一些 很自然 就是申請的人會再多一些 中獎的機會又小一些 那究竟政府是不是已經有 打算增加這個資助房屋的供應呢 我覺得這個 都是連帶要問的問題 還有呢 其實我們工聯會一直都主張 用家的市場和炒賣的市場 必須要分割 如果不是呢 將來 這些居屋呢 投放去公開的二手市場呢 其實都一樣會被炒風侵蝕 所以我們建議 政府有需要都檢視一下 那個 居屋二手市場 那個轉售限制 從現在呢 去保障 這些 獲得公帑資助的資助房屋 能夠在 更加有效的情況之下流轉 是 沒說完 OK 另外呢 就住 拿屍屋地去建設工營房屋 我覺得都是 第一 都是要 回應社會的共識 要增加工營房屋的供應 那我們工聯會一直在說著 要從64轉73的 我們期望這個轉變 就是說拿屍屋地去提供 公营房屋的安排不是一个短期的措施 而是一个长远的政策的变动 希望在未来最新一份的长远房屋策略的汇报里面 能够看到这个内容 令到市民能够安心 公营房屋是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发展 不用整天找朝不得晚经常都说不够不够 过了几年又怎样呢 所以希望是一个长远的政策 最后必须要提的呢 其实我们公联会很早在未有长远房屋策略的时候 我们提意见的时候已经说了要有一手的空置税 当然空置税是未够的 我们认为要有租金管制和租金津贴三管齐下 去调整整个租务的市场 避免租务市场进一步托高楼价 这一点都是政府必须要留意和跟进的 我回应是这么多 谢谢